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 那师父您出嫁的时候犹豫吗 有什么 犹豫吗 不犹豫 完全不犹豫 因为我们 为什么不犹豫呢 因为 我读过大学四年 研究所两年 已经有六年的佛学基础了 在我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 我大学二年级 就下定决心 要走上这一条路 可是在大学 我们念这个engineer 工程系的 水力工程系的 hydraulic engineer 这个教练当工程师的 大家 我一宣布 如果说我在大学二年级 宣布我要出家 大家会觉得我很奇怪 在大学院变成一个怪物 所以我不希望 别人投给我异样的眼光 我希望用最平常的心 冷静的心 所以我在大学二年级下定决心 要出家的时候 我就解口不谈 不谈 只有我内心 也只有知道 我也不让家人知道 同情也没有人知道 我要走出家这一条路线 所以我在读大学 内心下定决心的时候 不形色 不对外言谈 所以我很顺利的 这样一直 毕业成绩也算不错 成绩也算不错 那么因此我跟大家相处 大家完全没有感觉 完全没有感觉 那么念研究所的时候 大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到最后就下定 结讯 大家又要吓一跳 吓一跳 所以出家的时候 一点都不犹豫 是因为我有六年的佛学基础 我知道这一条路 势在必行 也知道这一条路 适合我的理想 适合我要这辈子 要走的路线 我也很清楚 我要往后 后半辈子 要过的日子是什么 到今天来讲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这条路走对 我非常的正确地 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也很安慰 那么造成今天 红华丽生以来 无聊无聊的众生 听不到正法 带动了整个台湾的佛教 还有世界 华人之间的佛教 我也很高兴 像最近 像哈佛大学学信来 来赞叹师父 然后他也请示一些佛法 还有德国的法学博士 也写信来 他也非常赞叹师父 那么最近的一些 博士说是 或者是大学的教授 也都这样一面过来 非常的认同师父 那么我觉得 这辈子过得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总算没有百分之四十年来的辛苦 受到所有的法师和基石的认同跟肯定 我也觉得这是一种荣耀 那么这是一种成就 当然我还要继续的谦卑 对自己的修行更加的负责 更加的努力 我们呢 那人要协 活到老 要协到老 总是用最谦卑的心态 不能满足于现况 我们要继续用功 来利益更多 更多的众生 所以我出家 从来不由一致 因为我出家 前已经有六年的佛学基础了 这个不是突然的选择 也不是突发的状况 是完全有心理准备的 谢谢大家